爱丽丝 武力值很高的帅气大妞 在一个秘密研究所里 科研人员们正忙着打酱油和吹牛 这时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科研人员想要逃生 但通道却被研究所的智能电脑锁死 智能电脑还放出毒气 一时间惨不忍睹 此时在研究所入口 女主角爱丽丝正躺在浴缸里长姿势 她迷糊地睁开双眼 哎呀 这是哪儿啊 老娘失忆了 随后突然冲进了几个特工 抓住了爱丽丝 和躲在角落里打酱油的警察麦特 特工们对爱丽丝说 你是恶恶的斩忧啊 亲 爱丽丝于是就和对方 一起进研究所探险打怪去了 众人一路深入 又发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爱丽丝有点印象 好像是自己的老公使斌司 对 这他们是带着同事和老公 去探险的节奏了 在爱丽丝的要求下 特工队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爱丽丝和他们 都是受雇于养散公司的保镖 可这次研究所 不知为什么发生了状况 里面名叫女皇的电脑 大开杀戒 女皇还放出可以让人昏迷 并短暂失忆的毒气 在阴森可怖的气氛下 众人好容易来到了 女皇的主机前 大家都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但负责破解的破解哥说 No problem 队长和几名队友 于是就先杀进了机房 可屌丝说的话能信吗 女皇发威 寄人被秒 待破解哥再次破解以后 众人才敢再进机房 这时女皇化身成小姑娘 出来各种威逼利诱 说研究所里发生了生化危机 不能关掉我之类的话 破解哥摇摇头说 女皇不可信 众人没吸取教训 再次相信破解哥 把女皇给关掉了 不想女皇所言属实 这一关机 变身行尸走肉的研究员们 纷纷走出办公室 开始攻击爱丽丝等人 众人开始了大僵尸之旅 在一间房间里 爱丽丝突然想起了些什么 史宾斯也有所感应 原来爱丽丝和史宾斯 都是看守研究所的首位 不过史宾斯是反面人物 因为他想坚守自盗 把生化药剂拿去卖钱 甚至连这场生化危机 都是史宾斯亦受主导的呢 在附近内哄并且一路和僵尸 对打的戏码中 故事走到了最后 爱丽丝和迈特成为了幸存者 可刚走到研究所门口 穿着防护服的人们 却突然闯入 很快就捉住了一路打怪 没剩下多少力气的两人 这样的结尾 简直就是第二集 在向观众愉快地招手嘛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